研究人员怎么采集和利用野生大熊猫DNA数据 我们做大熊猫的个体识别 主要是收集大熊猫的粪便或者是血液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肌肉组织那些样本 然后把DNA提取出来 目前来讲我们最常用到的一个是野生大熊猫的种群数量调查 进行个体识别之后我们大概就会知道在野外有多少只大熊猫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野化放归出去的大熊猫 放出去之后有时候可能不能直接找到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尝试着在野外把它的粪便收集回来 然后跟它本身的一个DNA信息进行比对 如果能够比对上的话 就说明我们捡到的那只大熊猫的分辨 就是我们放出去的那只大熊猫 那只大熊猫的听完 我们下来一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